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王俊凯更不晒雨伞,粉丝根据细节认为小凯在暗示新专辑和写真 我们的失踪者王俊凯终于更新了他的博客 王俊凯今天下午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照片 不要激动,这不是自拍,这是一张雨伞的照片 王俊凯晒出雨伞,粉丝看细节还以为是小凯暗示新专辑新照 对了,王俊凯已经很久没有晒自拍了 粉丝们表示非常想念他 小凯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面子对粉丝来说有多重要 今天看小凯的照片,有一把透明的雨伞,再结合小凯的文字 这两天刮风下雨,大家出门一定要带把伞 我能想到小凯在下雨天打伞的时候刮起了大风,风把伞吹走了 所以小凯提醒粉丝注意,下雨天别让风把伞吹走 这样就可以淋雨了 不知道小凯有没有冒雨来的 不过,粉丝们的关注度还是比较特别的 王俊凯还贴了一把雨伞 根据细节,粉丝们相信小凯是在暗示新专辑和新照片 因为雨伞是透明的,被扔在了沙滩上 而根据这些细节 球迷们找到了王俊凯工作室发布的一段视频 这是王俊凯的520告白 王俊凯在沙滩上,打着透明的小伞 在沙滩上写了一句英文 从Nothing's gonna change me love 没有什么能改变我的爱 而这段视频发出后,并没有王俊凯穿这套衣服的海报 所以他是不是穿着这套衣服去拍写真呢? 现在终于要发布了 粉丝们好期待啊 还有王俊凯今年一直在说要出新专辑 现在好像半年过去了 王俊凯的新专辑还没有出 而偏偏王俊凯这几天也没有出现在北京 难道是在偷偷录歌准备新专辑? 粉丝的猜测不无道理 总之,万物皆有缘 有歌迷表示 这暗示新歌就叫下雨不要撑伞 哈哈,这个想法也可以 只是歌名比较浪漫 不过也有粉丝觉得这事在暗示五周年即将到来 暴风雨来临的感觉 当然,也有粉丝认为它只是一把伞 字面意思,没有那么多创意 除了这些,粉丝们还扒出了王俊凯小时候的一个帖子 正好是一把透明的雨伞 那时候的小凯还是个皮肤有黑的小男孩 头发也没有现在这么漂亮 脸也很稚嫩 所以这两把伞是伞吗? 这么多年了,终于受不了了吧 有粉丝拍到王俊凯录制中餐厅时打伞的画面 这是小凯第一次收藏这种雨伞 但最后被包裹在一把大伞里 粉丝们从背后拍下了她的照片 孤独的样子好滑稽啊 球迷的想象力真是丰富 王俊凯就在自己的博客上晒出了一把雨伞 根据详细信息 粉丝们认为小凯的新专辑和照片即将面世 希望下一条微博有好消息